你有令人叫绝的拿手菜吗? 你有关于烹饪的小窍门吗? 你想在天天饮食节目中逆险伸手吗? 只要你有拿手菜或者小窍门,通通欢迎您来。 三种方式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写信到北京3810信箱天天饮食节目组, 打电话到010-5191-5800, 还可以发送邮件饮食 at vip.163.com, 届时还有精美礼物等着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浩。 大家好,我是王倩。 今天一个主题是,美味佳饶,认识。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蒜香盐煎肉。 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主量。 好,看看。 猪生鸡片,青蒜,彩椒片,洋葱,蒜, 这边有酱油,盐,辣酱,糖,味精,生粉,香油,腐乳。 对于我们的观众来说,盐煎肉运动莫生的。 我们经常吃到这种盐煎肉。 那种盐煎肉,对。 今天王倩的盐煎肉确实有点不同。 我们今晚步骤就不一样了,一步骤。 首先,这个肉我们要腌一下,加什么的,您可要看准了。 对,看准了。 把肉放在一个更大的容器里。 对。 首先,我们加一些酱油。 酱油。 加上色。 对。 加小小。 再。 少许盐。 盐。 放糖。 对,一勺的糖。 看好了。 酱豆。 对。 乌乳汁。 这个不光这个颜色它比较鲜艳,而是独特的一种味道。 对。 很好吃。 如果说想让炒出来的肉更滑嫩,下面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淀粉。 对。 我们要加一些淀粉。 淀粉一定要最后强。 好,给它镀上一层薄薄的保护膜,让它更爽滑。 好。 来,我们再来点。 大约要腌制多长时间? 腌制十分钟。 十分钟。 那么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起油锅,然后把蒜煸香。 总好,您又着急了。 平时我们腌肉,最关键的,让它炒的时候不粘在一起,还要加什么? 这个还要加这个,加什么呢? 油。 哦,加奶。 这我还以为多鲜耳的道理。 来,我再先加一勺香油。 对。 让它香味更浓郁一些。 哦,好好好。 因为我们这是鲤鸡肉。 对。 脂肪含量。 来,再加一些色拉油进来。 再加一些色拉油进来。 这样的话呢,保证它是这样的滑爽。 对。 烤出来的颜色也会更加的亮。 对。 好。 肉大概要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十分钟,记住了。 看来腌肉的调料,我们是猜的八九不离十。 但是香油,食用油,腐乳,这三样关键的调料,你可一定得记清楚呀。 正在那里点火了。 锅烧热。 烧热,然后再加油。 对。 尤其这个盐煎肉,锅一定要热。 对。 看看。 少量。 好,可以了。 好。 热一下锅。 热锅的姿势一定要正宗。 嗯。 腰要跟着一块儿转。 一来热锅,二来减肥。 对。 好。 大家看看,我今天切了非常多的蒜片。 对。 让它这个蒜香更浓郁,而且蒜还可以刷新。 嗯。 来。 好。 充分的爆香。 嗯。 这个蒜片呢,炒到颜色,发出那种青黄色。 我们再把肉倒进来。 哇,你今天蒜片割的真不少。 对。 可以充之为主角。 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浓郁。 对。 嗯,蒜香。 浓郁。 好。 你看,很快,它就再变成微红。 颜色了。 再等一等,变成金黄色的时候。 这个时候,火会儿再放微。 好,我觉得差不多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刚才腌好的肉下进来。 好。 快速的更好。 打开,先打开。 然后受热均匀。 让它颜色一变的时候,我们再放其他的颜色。 对。 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水。 加一点点水。 这肉选的也非常好。 对,因为腌过以后,这个肉口感会非常的嫩和。 对。 你看,有点变色了。 好。 这时候,我们把辣酱加进来。 再加一点点水。 对。 因为它瘦肉。 它脂肪还能少。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水,让它就滑了。 好。 在我们爆出这个辣酱香味的时候,我们把洋葱加进来。 好。 好。 嗯。 骨头的香味非常容易。 有蒜香,有洋葱香,还有肉的香味。 来。 说起这个洋葱菜,它是要火候的。 这火候不能够太老。 来,可以加了。 咸呢,我们加很小的量。 因为已经洋葱那个腌肉的时候,我们也放盐了。 而且这个辣酱也有咸味。 好。 来。 酱油。 好。 酱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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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味也出来了。 对。 香味酥皮。 来。 我们在小半块儿的煮卤,再淋点汤。 把香味和水汤。 好。 把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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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采椒。 好。 青蒜。 这个采椒和青蒜都是非常爱吃的问题。 来。 我们再来。 好。 一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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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碟。 对。 好 闻着这味道就非常的下饭 漂亮 蒜香盐煎肉 一大盘 开胃又可口的蒜香盐煎肉 这就做好了 大家尝过之后都说很好吃 先腌肉片再炒蒜香 然后急火快炒 这吞香的蒜香盐煎肉就大功告成了 您学会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